一开始我们都以为Quest3跟Quest2一样 它的GPU性能等级只能开到5级 那现在Quest3游戏优化软件更新了最新的9.1版本 它新增了一个GPU性能选项叫做Excent 我们开启它之后 那你的Quest3的运行频率就会来到690MHz 这可是比手机上的骁龙8Gin2的GPU最高性能频率 680MHz还要高 那我们都知道Quest3它的续航其实已经比较 每个拉跨了 那我们现在把频率拉到真正的满血之后 它只会更加的崩溃 所以大家如果不是特别需求达到这个程度 就没必要 一定要开启这个690MHz的频率 毕竟咱们的Quest3都是新机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使用它的时候 能够爱惜一点就爱惜一点 没必要非得把它逼到这种绝境 那现在Quest3也是更新了V60的测试版本 我也是已经升级到这版本 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V60版本 有哪些改进的地方 VR虚拟的但体验是真实的 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VR玩乐 有区码朋友 翟老师 那更新新生的一个东西呢 就是主控式场景 现在有了一个西部矿井的一个黑夜场景 这个主控式场景 其实我记得在V54或者V56时候就已经出现过了 但是后来又被取消了 现在它重新添加了更多的细节 比如说风吹的一个效果 然后添加了一些音效 现在是比之前那个版本呢 看起来更加舒服 大家可以使用一下看看 第二个就是他们对更新页面做了一下改进啊 现在有系统更新的话 其实你是能看到整个下载的进度 还有这个安装包大小 之前没有就是下载停住啊 你的更新就一直显示我正在下载中 有些朋友可能因为自己的网络不太好 就会有些顾虑 我到底更新好了没有 那现在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了 现在你还可以关闭这种更新啊 之前你可能插着充电的时候 Meta就偷偷把你给更新了 然后有可能这个不更新的版本 有这个大bug你是不想更新的 那现在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第三个是录制选项 现在录制选项变成了有这个30帧和60帧给你选 之前应该是24帧和36帧的动态选项 那现在呢是稳定的30帧和稳定的60帧 不仅仅是Cos3 Cos2也可以录60帧 但是Cos2的话它录起来就会很卡 实际上这个60帧是没有什么实际用处的 第四点就是Meta现在在主控式里面 偷偷测试这个散半身追踪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 我现在左右请过身子 你可以看到我的虚拟形象 它也会相对应的做一个歪曲的动作 你会感觉虚拟形象更柔软了 不像是一根人柜 作为对比我们看一下Cos2 59版本的这个虚拟形象 首先我的上半身永远都是直的 我请过身子 它不会像Cos3那个V60那样 会有一个弯曲 然后就手部啊 手部我并没有动它 我是自然下垂了 但是随着我做这个请侧身子的一个动作 我的手部IK它就会翘起来 所以对比之下 你会发现Cos3它这个上半身追踪的功能的一个完整形态 感觉它的这个扭曲情况也减少了 因为它的视觉上少了一层覆盖的东西嘛 最后一个新功能其实是很多人非常期盼的 就是你可以自由选择是否显示主控式场景的虚拟形象 在辅助功能的这个移动能力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把这个开关开起来就会显示虚拟形象 把它给关掉就会变成最原始的那个透明手 其实这个虚拟形象其实会影响你的这个手部追踪的一个稳定性 同时有些朋友就是觉得这个虚拟形象实在太丑了 就不想要这个虚拟形象的手臂 那现在这个透明手就大家如愿以偿了 以上这些呢就是我个人觉得V59 V60里面值得一踢的一些新改进 那更多的一些新内容 大家可以等待这个V60系统版本的正式发布 OK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是不等待VR成熟 是陪着VR成熟 Rolima走圈 如果您也是对VR相过感兴趣 欢迎加入我们的玩家交流社群 具体入群方式 我会写在评论区 别忘了给我点赞投币转发三连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